由秦天柱公司研发腾讯公司运营的大型回科制网游灵山奇缘 于12月正式开启了公厕 吸引了大量玩家尽管游戏 已经运营了近两年的时间 但随着版本的变化 许多新手对这款游戏的了解并不多 尤其是对多样化门派不知道如何选择这里 就来给新手详细介绍一下 灵山奇缘中的门派 1.花果山花果山 是最强的物体单体输出职业 喜欢高高发斩杀对手的新手们 应该会这个职业 比较看重花果山的加点也比较简单 5例或者4例一名 均可专属混运太上忘情也比较好用不过 既然选择了花果山这一职业 队友们对你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要是输出打不上去 就很尴尬了 不容易找到队伍 所以需要一定的课金 才能打出让人满意的输出 2.云梦泽被大家称为狐狸的云梦泽 是一个主打混乱系控制的职业 在各种PVE活动中 都比较抢手 因为狐狸的控制技能 在很多情况下都十分有用 PVP时 狐狸在一些队伍中也很好搭配加点 可以直接加5米或者4米一体 因为狐狸控制技能的强大 所以只要是狐狸职业都很好找的队伍 不克金或者轻微克金都能够玩得很舒服 3.天侧辅天侧有一段时间很尴尬 不过目前来说 表现还算不错 天侧可以走物理输出路线 也可以走半肉半输出的路线 输出能力也算不错 而且天侧在PVP中非常亮眼 对队友的保护和加成很到位 不过呢 要玩好天侧需要一定的克金量 不太适合新手使用4 灵阉阁 灵阁阁 是一个助力奶妈之夜 也是回合制游戏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角色 灵阁阁的治疗能力很强 到后期搭配魂印有了毒奶技能 还能够变为输出奶妈再往游中 一般都不缺队伍 灵阁旗员也不例外 可以很方便的找到队伍参加各种活动 日常玩玩几乎不需要克金 加点方面40一米或者30一体一米 均可灵力可增加治疗量 速度对于奶妈来说 也十分重要 龙公龙公是非常强力的法术群公职业 因为群体输出能力很强 所以在阵魂等各种活动中 都是热门职业尤其到了后期 那伤害量真的非常夸张 可以看出灵阁旗员 对于这个职业的青睐加点方面龙公 只需要打出输出就好 五灵是最主流的加法 不过和花果山职业一样 要打出合格的输出 特金也是必不可少的六 灵阁灵阁这个职业的定位 比较奇怪 什么都会一点 能加血 能输出能辅助 可谓是万斤有职业 不过 治疗量和正牌奶妈灵阳阁相比要差上一些 和主力输出职业相比输出能力 也弱上不少总体来说 灵阁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不太适合新手 尤其在PVP中治疗量 不太够用 但在PVE活动中 是足以应对各种场面的 七 白骨洞白骨洞 属于风系的控制类职业 这个职业要养成可并不容易需要大量克金才能打造出一个强力的白骨 在PVP中非常强大 所以呢 如果新手想要煮完PVP也舍得花钱 那么可以下定决心 连一个白骨或者有强力朋友带也行 否则白骨单量的话升级比较慢 因为伤害不够高吧 地府地府也是一个可若可输出的灵活职业 真实伤害是地府的特色 而且狠气血有关 所以全体的地府也能打出不错的输出 比较适合新手使用不怎么需要克金玩起来也比较平顺 加点方面看自己想走的路线 来定当然地府有一个缺点 就是没有解封技能 在PVP比较吃亏